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召集园每次来都带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资讯 而且让观众都觉得受益良若 好 第二位是专门委员陈敏舟 陈正恩好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从过去到现在那黄牛呢 它就是不断的演进啊 那过去的话其实因为我们强强刚开办的时候 因为大家也都不是很清楚 那它就会在这个医院 它就会在那边等 那现在呢会透过很多日常生活的 包括它很多的管道 各县市政府它甚至会有车祸关怀协会 或车祸关怀等等的这些 还甚至有一名片 那它就用关怀的角度来关怀你 那实际上它是这个关怀自己的利润 如果以强制涉嫌来讲 死亡 残废跟医疗这三大疾问 会是哪一个环节 他们是最有机会介入的 一般来说啦 他们大概都会在残废等时那一块 因为毕竟只有强制选而言 伤害医疗费用的起伏它都有一个起伏标准在 所以它介入的空间并不是那么大 那死亡大家都知道固定就是两百万 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比较会介入的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残废起伏这一块 通常要经过多久的治疗 觉得说真的没有办法复原了 才会认定它是死能或残废 如果就强制检的这个起伏标准的规定 所谓的残废就是经治疗后症状固定 或再经治疗无效 就会认定它是残废 但是强制检的起伏标准表里面 各个这个身体障碍系列 它有不同的审核基础 那比较短的一般应该是 精神神经障碍系列会比较短一点 但是它的基期大概是 以最后一次手术后半年 那大部分的障碍系列 都是以最后一次手术后一年 这样子一个时间来认定最多 理论上来讲 因为要经过合格的医生认定 那如果说那个标准是非常清楚 譬如说脚断就转了 就是眼睛看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很清楚的 当然任何一个医生来看都是一样的 可是有没有任何情况底下说 一样是由合格的医生来认定 可是假医生跟医生认定的 残废的不同 事实上在实务上 每一家这个医院的医生 都是来自不同的学校 那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家 还有食物经验 其实它多少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就像我们自己生病 那个要多看两三家医院 是比较有保障的 但是实际上残肺真的你也没有残 它在那个range当中其实是很清楚 我举例来讲 有一次就有一个案例 它开两脚踝关节零度 我当时也不太了解 零度是完全不能动 它开两脚 这样残肺等级就高了 对不对 零度都不能动嘛 两脚踝关节都零度 然后我当时也不太了解 因为这个常识前的认定 那我们就问这个医生 那医生也是 之前是在我们皮育中心的医生 许医师 名字就不要讲了 我就问他 许医师啊这个你专业啊 您专业啊 我就要跟你请教 那两脚踝关节零度 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那许医师说 能不能动有两种情况 有两种情况 我说哪两种 它一种是不能动 一种是不想动 所以呢 医生有开主被动角度了 什么叫主动 你叫你动 你自己能不能动 这是主动角度 什么叫被动 你不动 医生帮你动一动啊 这是被动角度 那港区里面 你有没有看过僵尸 如果两脚踝关节零度 是用跳进来的 不是能扶进来的 你看这样子 也有人开 我们在施能认定 如果我不透过黄牛 我是受害人 我不透过黄牛 真的很困难吗 我是深情理赔 有什么门槛啊 或者让我觉得 我非得透过别人帮忙 才能够顺利或者多一点 基本上这个不会 受害人自己申请 跟这个有黄牛 或者代办人介入 其实保险公司的审额 都是一样 因为它的强制写的几户标准 它对于残废几户标准表 它的审核基准 其实定的都很明智 受害人只要依据这个必备文件 你只要提供诊断书 把你的身体障碍状况写清楚 并不会因为说 你自己代办 那跟有委托别人代办 这个两个会有不同的结果 基本上是不会 是一样的 其实讲白的 反而你有固定的黄牛带办 反而保险公司可能会更 更省慎去评估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 当事人已经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当我们的观众朋友觉得 我怀疑你讲的话的时候 要有没有什么单位可以协助他 去确认身份 或者说确认知道他应该怎么做 其实如果受害人发生车祸之后 其实都可以这个打电话 比如说到产险工会的0800 他有免费咨询 那你可以 产险工会你可以问任何问题都可以 甚至有的打来的这个民众 他真的咨询我们 法律上的问题都可以 我们不会去限制 所以其实 特货受害人根本不需要去 请别人代办 其实打一通电话到 产险工会或者 特别补偿基金的0800 都可以问到相关的资讯 这样算起来 强制的每天的离赔案件 大概超过600件 如果三成是透过黄牛是180件 所以我们节目在播的同时 有可能有些民众 他已经签了委任数 那这个时候他看到的时候 那我错了 他能怎么做 可以直接解约 如果不了解可以打来我们产险工会 我们也可以教他有一些 你就终止委任就可以了 非常单纯的 没有任何的这个赔偿的问题 可是如果黄牛不放过他怎么办 没关系你来参检工会 我们来替你 你们会保护他 对会会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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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